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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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区在今年6月率先探索出台了 金山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实行 那经过两个多月的宣讲和推广 来自金山卫镇横浦村的洞仙户翁女士拿到了首张房票 并且顺利地购置了新房 这是房票安置在上海的首次尝试 翁女士的这套新居即将启动软庄 最快9月底就能入住 而今年5月 横浦村集体土地才启动拆迁 开房 选房 然后资金的调费过程中都是他们在参与 都是他们在帮我们协调 加速了我们整个的过程 翁女士的这张001号房票是此次洞签安置中货币补偿方式的补充 上面标注有洞拆迁人信息 拆迁款总额等 其本质仍然是一种购房的结算凭证 不过 相比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可额外获得购房款7%的奖励 具体来说 翁女士家庭的原住房估值为530万元 001号房票的面值结为530万元 她购入的新房总价为290万元 这中间的差额240万元将会退回 并且 她还可以享受新房总价7%的政策性现金奖励 这笔钱由开发商和相关政府单位共同支付 给老人买一套 给我们自己也买一套 现在资金补贴了以后 有了这个补贴 那我二十几万了 那我就自己补贴个十万 我就能住进商品房来了 如果安置对象的实际购房款高于房票面值 差额自行支付 奖励则以房票款的金额乘以7%来计算 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有一定的范围 金山区为此专门搭建了相匹配的房源超市 目前 首批9个房源都是现房 集中在去年和今年交付 可选择房源在65到超过160平方米之间 未来 这个超市还会上架6个月内竣工交付的7房 尽可能的实现拎包入住 在参与各方来看 这是一个三营的聪明办法 各方能得到一个经济的实惠 它会得到一笔额外的政策的奖励资金 对开发商来说 促进了房地上开发的房屋的销售 对政府来说 通过促进销售之外呢 稳定促进和我们房地市场的健康发展 记者马杰报道 那么房票到底是什么呢 通常来说 房票是指在拆迁安置过程中 对现有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方式的一种补充 房票是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 征收人出具给被征收人购置房屋的结算凭证 通俗来说 房票就是拆迁后 房屋被征收人去购买商品房时的贷金券 事实上 房票并非是新鲜产物了 从2005年开始 我国部分城市就尝试给拆迁户发过房票 2015年 蓬改货币化浪潮之下 很多城市跟进推广 到2018年 蓬改退潮 房票也就随之降温 2022年 在新的房地产形势之下 郑州 厦门等地是相继出台了房票安置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 仅今年以来 就有超过40成出台落地了房票安置政策 一线城市也参与其中 今年1月 广州市立湾区土地开发中心 在石围堂征拆现场发出了全市第一张房票 标志着广州房票安置政策落地实施 这是国内一线城市的第一张房票 除了广州 上海之外 今年7月 北京通州区也发布了 房票安置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那在专家看来 房票政策的推进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包括赋予被征收人更大的选择权 加快安置效率 助力改善性需求的释放 减少直接财政支出等等 国家在这一轮房地产调控中鼓励阴沉失策 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状况 对房地产调控政策 在国家市政府的框架以内 进行一定的自主材料 所以今生有这个需求 所以做了这个政策 是我们房地产新模式 保障加市场模式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因为不管是旧房的区化 还是新房的区化 以及推进保租房 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都是现在政策鼓励的 房票可以减少一些直接的资金成本压力 也可以加快一些冻餐签和房屋安置的一些效率 这个对区库整都有积极作用 比如说我们观察这个当前房地产市场 市区房地产市场相对表现不错 但是郊区的一些房地产市场 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那么通过现在一些房票 可以定向的去激活一些合理的住房消费需求 对中心城区跟郊区的一些房地产交易 更加平衡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据央视新闻报道 国务院实案办通报 对媒体反映的灌车运输 使用植物油乱象问题调查处置情况 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核实之后认定 灌车混运食用植物油事件性质极其恶劣 违反基本常识践踏道德地线和法律哄陷 是典型的行为违法犯罪 必须严厉打击 针对媒体反映的灌车运输 使用植物油乱象问题 国务院实案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组成联合调查组 吩咐河北天津内蒙古陕西四地 开展联合调查 追查涉事产品流向 核查涉事责任人员 及责任单位的违法行为 分析问题原因理清各方责任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开展全链条清理排查 从各地清查情况看 截至目前未发现其他同类问题 联合调查组经调查核实后认定 贯车混运食用植物油事件 性质极其恶劣 违反基本常识 践踏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 是典型的行为违法犯罪 必须严厉打击 关于涉事植物油流向 通报显示 涉事贯车G E5476W 所运的35.91吨油品 用于饲料加工11吨 其余24.91吨未售出 已经全部封存 涉事贯车G E6365Z 所运的31.86吨的油品 已经封存2.48吨 剩余29.38吨 被分装销售 已经销售 但是未被使用的7.78吨 已经全部追回并封存 已经被使用的21.6吨 流向内蒙古 俄尔多斯市 未流向其他地区 联合调查组认定 运输企业负有管理责任 车主负有主要责任 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司机负有直接责任 应以行为犯论处 依据刑法有关条款 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对河北邢台 拙然联合运输车队 河北邢台 浩原物流有限公司 河北邢台 金谷仓物流有限公司 陕西 缅县新力油脂有限公司 内蒙古 俄尔多斯市 东盛区 百盛龙 粮油有限公司 中处粮油脂 天津有限公司 河北 三合 惠府 粮油集团 精炼植物油有限公司 等涉事7家企业 给予行政处罚 而涉事地区河北邢台 是问题贯车的所在地 对贯车运输 失管失查 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 负有领导责任 相关监管部门人员 负有责任 由地方既检监察机关 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对调查过程当中 地方发现的公职人员 可能存在的失职 独职 不作为问题 由当地既检监察机关 介入调查 下一步国务院实案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交通运输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持续深入开展贯车运输 实用植物油问题的专项整治 严格落实实用植物油运输专车专用 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处重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权链条管理健全完善监管协调机制 确保食用植物油的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 为了报复以色列暗杀其高级军事指挥官 黎巴嫩真主党今天对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袭击 以色列则已探测到了相关威胁为由 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 发动了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今天凌晨 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阿卡等地 以及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密集拉响防空情报 按照黎巴嫩真主党的说法 他们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320多枚火箭弹 对以色列11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针对以色列的第一阶段打击胜利结束 以色列方面同样宣称胜利 以国防军称 真主党原计划向以色列中部发射火箭弹 但以军提前探测到相关行动并采取主动 摧毁了对方数千枚火箭弹 真主党随后改为袭击以色列北部 但其中大部分火箭弹被拦截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紧急国家安全内阁会议上确认 以军对离真主党目标进行了先发制人的空袭 但强调以军行动是在行使自卫权 然而这一说法遭到离真主党驳斥 该组织称其今天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在指定时间从各个阵地发起 并通过多条路径飞越离以临时边界线 朝着预定目标前进的 而以色列当天凌晨的空袭 则对离南部房屋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 这也是自去年底离乙冲突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行动 目前相关袭击仍在继续 由于局势骤然升级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今天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以国防部长则宣布以色列全境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还发布了针对特拉维夫及以北地区的平民防御指南 目前特拉维夫本古底安国际机场的大量起飞航班遭延误或取消 飞往该机场的航班已改至其他机场降落 按照真主党方面的说法 他们特意选择这个时间点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是为了给上个月底在以军空袭中遇难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舒库尔报仇 真主党方面说这还只是第一轮的报复行动 完整的行动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在战场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本周末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在开罗重启 但尚未就新的停火方案取得明显进展 分析认为真主党此时展开报复行动 也有施压谈判等政治考量 在开罗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 没有取得预期进展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方面违反之前会谈协议 而以色列则坚持保留加沙废城走廊的控制权 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 就是对以色列的一次直接警告 第二 此刻最担心以理局势恶化的 还有正在大选关键当口的美国 美国参联会主席查尔斯布朗刚到中东 真主党就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 其实也有迫使美国对以色列进一步施加压力的考量 离异局势进一步紧张之际 还有一颗地雷尚未引爆 舒库尔被以军炸死的第二天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 伊朗指认以色列是幕后黑手 并且誓言报复 而伊朗外长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针对以防暗杀哈尼亚的行为 伊朗的回应将在正确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真主党与伊朗的关系 此次真主党对以色列实施大规模袭击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 伊朗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对以色列做出反应 实际上也有掌握主动权的考量 这样一来伊朗加入战局就有了多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由真主党直接进行的活力打击 而伊朗会不会发动对以色列的直接打击 则取决于伊朗对自己的打击手段和打击能力的综合评估 伊朗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类似于银而不发的 对以色列的心理战 让以色列方面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以此增加以色列的恐惧和焦虑 我们的视线转向南沙群岛 时隔不到一周 菲律宾又派船非法冲闯 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 据中国海警局的消息 飞方今天派来的是3002号船 该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和警告 执意向非法滞留仙兵礁的非海警9701号船运送物资 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采取管控措施 其间飞船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舰艇 导致碰撞 责任完全在飞方 中方基于人道主义第一时间救助了飞方落水人员 中方正告飞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飞方承担 本月19号 飞方就曾经执意派出两艘海警船 非法闯入同一海域 其中一艘船还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船 之后又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礁临近海域 性质十分恶劣 中国海警全程跟肩有效管控 并且曝光了现场视频 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 新闻继续 好 进入今天的夜线关注 有不少疾病患者平时有居家吸氧治疗的需求 有的医院开具了氧气票就能够享受到送氧到家 不过最近奉嫌市民反映 自己虽然是拿到了购买医用氧气的凭证 但是却被医用气体的企业告知 他家所在的区超出了配送范围 需要吸氧的只能够自提 市民贝先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日常需要吸氧 为此 龙华医院开具了上海深微 医用气体有限公司的预售医用氧凭证 据此可以联系供氧热线 由对方送氧到家 然而 贝先生拨打了供氧热线后 对方却告知 他所住的凤贤区并不在配送范围之内 现在金山 凤贤 凤还有就是聪明 我们都没办法送 林公路228号 那里可以自提的 有些执照什么没有审批的话 我们是不能送的 不说分量送不送 这个氧气瓶出于危险品 记者随后找到深微公司旗下 专门从事家庭氧气供应的 加微公司负责人 对方表示 上海对于微化品管理和运送 有严格规定 只能在审批区域内配送 因为我们的配送车辆呢 以前是那个华店的配送区域呢 主要是那个配送市区 然后因为我们有设计到那个危险品车辆 它有区域限制的通行证的一个配送区域作业范围 现在的问题呢是长期亏损 已经连续亏损了五年 这位负责人算了一笔账 一瓶二十元的医用氧 由于归类为药品 医保实际结算价格为17.4元 去掉增值税 单瓶氧气实际销售收入为14.7元 再去除冲装成本 仓储成本 司机押运员提成等 每瓶氧气的毛利约0.6元 这笔毛利甚至无法覆盖企业人力成本 办公楼租金等运营成本 如果再申请扩大运送范围 会产生一系列费用 增加我们的配送区域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增加车辆 还要增加新的危险品运输司机 和危险品押运员 我们现在是有心无力 记者吴浩亮报道 医用氧是很多病患的钢需品 配送范围确实有必要覆盖到全市 但是从企业角度来看 郊区人口居住分散 这个配送成本确实是会有不小的压力 采访当中 嘉威负责人还透露 同样涉及大量郊区配送需求的液化器 运费是有补贴的 每瓶财政是补贴15元 同时企业承担10元 用户支付5元 那么医用氧气能不能够采取类似的办法呢 来听一听管理学专家的观点 财政堵贴与市场化运作的结合 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对于医用氧配送 政府可以借强这一做法 适当提供财政堵贴 鼓励企业扩大配送放缆 提升服务质量 同时也要加强市场监管 从长远来看 提升医用氧配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关键 政府应引导和支持企业 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 暂停运营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 同时鼓励企业探索 多元化经营模式 例如与医疗机构 社区服务中心等建立合作关系 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链 今天一则关于浦东试点房屋养老金 收费标准提前透露的传言 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不少人听闻消息之后就担忧 相关的标准是否属实 住宅养老究竟钱从哪里来 会不会加重业主的经济负担 我们来看一下权威回应 相关网络传言称 浦东试点房屋养老金收费标准 主要依据房屋的面积和楼层而定 还像模像样地标注了 不同房屋的收费细则 今天下午 求证记者从上海市住建委 市房管局了解到 该传言不实 据核查 传言所设的具体数字 其实于2011年外省市发布的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操作细则中的 交存标准高度雷同 并非房屋养老金的收费细则 事实上 2023年以来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方面 并已多次公开表态 要研究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 而关于此次试点 相关负责人在本月2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已有公开说明 上海等22个城市 目前正在开展试点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 就是房屋养老金 个人的账户 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已经有了 就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已经把个人账户建起来了 试点的重点 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相关政策解读已经明确 公共账户的款项来自于公共责金 按照不增加个人负担 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 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渠道 不会加重业主负担 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 凌晨2033分 李正道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 享年97周岁 今天上午李正道先生悼念追思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正道研究所举行 悼念追思会由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物理学会 美国物理学会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主办 并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设分会场 全球中英文线上直播 李正道生前的同事好友 以及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代表 表达了对李正道由衷的敬意 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缅怀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电子垃圾经过翻新贴牌之后 变身成为了知名品牌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配件进行售买 近日上海宝山警方在夏季行动当中 查获了一个非法改装销售假冒名牌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团伙 试案计额超五百万元 这些电脑电池都出自某网购平台售卖的品牌笔记本 存在明显质量问题 宝山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网络取证和实地走访调查 确认网电售卖的为假货 而假电池来自于长期从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的增谋 7月25号 宝山警方在广东展开集中收网 捣毁智甲拨点两出 当场查获假冒品牌笔记本电脑电池1200余块 经查犯罪嫌疑人曾某曾在回收电子产品过程中 发现不少废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还能使用 于是拆解翻新 贴上标签后批发给庄某 由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足官方配件价格的一半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累计销售金额高达五百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 庄某等四人 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孙启蒙报道 昨天下午的三点钟左右 是119指挥中心街道报警称 凤贤区环城南路通梁路 一门面房的屋顶上 有人员在作业时因逐梯断裂而衰落到了平台 将其转移到地面比较困难 南桥消防救援站的随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事发地是一处门面房二楼平台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 先铺设了多功能担架 将这名中年男子放平后 将担架四边卷起扣牢 转移到地面的过程 必须使用金属拉梯 据了解 该男子当时爬梯到屋顶清洗油烟管道 不料梯荡断裂 从梯子上跌落到二楼平台 救援人员将男子转移到一楼安全区域后 移交给120医护人员 经救治男子已无大碍 记者陈俊杰报道 二十年前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 在上海大剧院开启了中国首演 点亮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音乐剧之光 而今年的8月27号 恰逢上海大剧院26岁生日 当天晚上 巴黎歌剧院的水晶灯将再次被点亮 今天下午剧院魅影的四位演员 在上海大剧院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一起回顾20年魅影旅程 二十年前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 在上海站的演出中 玛尼拉布作为克里斯汀一角首秀登台 如今已经成为母亲的玛尼 以吉瑞夫人的身份回归上海舞台 而此次巡回演出中 出演克里斯汀一角的是来自伦敦的新年演员 格雷斯·罗伯茨 对于想C的角色 她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见面会上有不少二十年前 就坐在剧院中观影的老剧迷 二十年过去 他们已经为人父母 这次还带了孩子前来一起感受经典 非常的激动 然后刚才就听到 当音乐的时候就感觉 哇 二十年前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非常非常激动 她非常喜欢那个 克里斯汀的那个唱段 那个最高音的 Sing for me那个唱段 我觉得就是二十年是一个传承吧 就是年轻的观众又要走入剧场了 我愿意陪伴更年轻的小观众 来观看这部演出 8月27号晚上 剧院魅影将在上海大剧院重新上演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与这段传奇再次重逢 记者孙启蒙报道 进入疫情越界 昨天我们报道了央视记者 对北京部分外卖店铺租借执照 使用虚假地址 卫生状况脏乱差进行曝光 对此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 已经对相关企业立案调查 涉事店铺已经停业整顿 并且在所有的外卖平台下架 藏身阴暗角落隐瞒真实地址 多电套用一张证 幽灵外卖牵出了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让消费者挡喊 更向整个外卖行业提出了严厉的口吻 舌尖上的安全保障究竟差在哪一步 今天我们的夜线约见将会围绕这个问题 继续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消费者保护领域资深律师田小峰 田律师你好 欢迎您 咱们先来说案例 在央视曝光的这几起案例当中 其实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证兆和实际情况不符 另外一个是借用他人的证兆 或者甚至出现了一些多电一证的情况 那么这些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当然涉嫌违法了 因为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 从事餐饮经营等食品生产经营 需要获得行政许可 而且你行政许可的包括这些 生产经营的地点等等 要与你证兆登记的信息一致 如果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包括餐饮在内的食品生产经营 将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 比如说他说 金营额在一万元以下的 要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还要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包括这个生产经营工具等 如果是金营额在一万元以上 需要没收 处于这个生产经营额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 那初届也执照的 也要受到没收违法所得 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处罚 那么这些接管措施 其实还是蛮严厉的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幽灵商家 我想这可能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呢 因为是线上的外卖 它这个都隐藏于 就像新闻报道一样 隐藏于一些很隐蔽的地点 所以很难予以发现 那在这个过程中 藏得很深 藏得很深 所以它违法成本 可能违法成本 虽然法律意义上比较高 但是发现的几率 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第二的话 因为是线上审核 那么这个可能量比较大 那平台继续 现场审核的话 它可能的这个 整个的违法 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 可能也难以发现 所以这些可能就造成了 滤经不止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消费者 不可能线下去看 它也是难以发现 田律师您说的对 我觉得这个幽灵外卖 真的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今年六月份 我们就曾经报道过 一起本市的案例 这也是一起幽灵商家的案例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根据记者实地探访 在宝山区鹿祥路 1018路的一处小门面内 中午时分 有六个各自独立的商家 从同一个地址出餐 而据外卖平台的量证信息显示 这些商家的登记地址 散落在附近不同的单元 也就是说 店家的证召地址 与实际出餐地址 并不相符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 这些商家的卫生情况堪忧 平台上也有不少顾客留言 餐品有意味 尽管如此 这些商家有的月售三千多单 有的被标注为 宝山区月菜热销榜第三名 还有实无忧保障的标签 记者将相关情况 反映给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后 当事人胡某 以涉嫌为按照网络平台公示的真实信息 提供餐饮服务 被立案调查 田律师 这个幽灵商家屡禁不止 刚才其实您已经说到了 在监管链条上 在平台上 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 让他们有机可乘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来把这些漏洞补上 我觉得首先呢 作为平台来说 要发挥主体责任 因为法律也规定了 作为外卖平台 其实你是有一个使命登记 再一个是审核相关证兆的义务 其实上海十万法 使命安全条例甚至规定 有一些平台 你要赋予线下对比合适的一些义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平台来说 你要投入成本 要履行相关的职责 那当然作为监管机构 也应当加强这个 除了事先的征兆审核 也要加强对于 事中事后的一些督查 寻查 对于发现的违法线索的加强查处 当然我们如果作为消费者 发现相应的一些违法信息线索 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因为他们藏得很深 消费者一不小心 有可能就中招了 发现了一个 买的外卖是一个 幽灵商家的外卖 我们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 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维权 我觉得首先 这些无良商家所在的平台 它是第一责任人 你肯定向平台进行反馈 平台有责任 对违法行为予以致止 同时将相关的信息 报告到监管部门 第二呢 当然你也可以向消费者 全球保护组织 与投诉举报 我们不管打12315 12345 也可以向有关部门反应 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 及时的反应相关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幽灵外卖 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违规的问题 它更让我们担心的是 它背后所隐藏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对于外卖商家 食品安全的要求和规范 目前都有哪一些 其实不管是食品安全法 还是专门的 对于外卖平台的要求 比如说网络交易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都对这个外卖平台 网络交易食品安全 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网络食品交易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就明确规定 不管是对于 网络交易的 这个餐饮服务的原料 生产经营的过程 食品安全 以及包装材料 都有严格的规定 而且它明确规定 网络交易的食品安全的标准 与线下经营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我在想 这个幽灵外卖 幽灵商家 为什么叫幽灵 它看不着 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他们是不是游离 在我们这些规定之外的 就是没有办法 用这些规定去约束和要求它 没错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就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它可能逃脱了一些监管的事业 所以才造成 这是最可怕的 对 是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一些措施 社会共治 包括是平台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幽灵外卖 如果要解决它的食品安全问题 首先要让它合规 要让它纳入到我们的这些 规定和范畴之内 我们去监管它 才有一句 是的 是的 都找不到它 这个怎么监管 标准是一样的 但是首先得找到它 就是纳入到监管事业 纳入到平台管理的制度里面去 所以这个是首先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把它们都纳入进来之后 这个食品安全还是我们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把这些现有的规章制度落实下去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要看 因为平台首先和法律也规定 平台你要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 那么平台和入住商家其实也签订相关的协议 那么也要要求入住的商家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 以及你平台的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 包括入住商家和平台之间的协议 要求的食品安全的标准流程 那还来这么做 如果发现有违规违法的行为 你要按照法律的规定 断开违法行为 警示 包括一些信用体系的公式 负面清单 以及将违法线索向监管部门举报转移转送 那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这些违法行为 要加大处罚的力度 严格依照法律的刚才我们谈到 其实处罚是相当严厉的 对这些无良商家 那就要罚得他下次不敢再这么做 这是对他们的一些监管要求 那么消费者如果吃了一些外卖 感觉身体不适 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那么首先肯定是提供外卖的商家 他是第一责任人 但是如果确实像您说的这个幽灵外卖 那他的这个介照的人家 他也要承担 平台 不是就是首先他是出借营业制造 出借营业制造 出借营业制造 双方都有责任 他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此外平台 如果没有履行相关的审核义务 或者说平台没有能够 及时的停止违法行为 他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当然了 消费者如果找不到商家的话 也可以首先要求平台履行赔偿责任 然后平台再去追索 其实我觉得平台 其实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 他们针对一些商家的透明化管理 已经有了不少尝试了 其中这个互联网家明除亮灶 也就是说后厨直播监管形式 曾经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点赞和认可 但是我们的求证记者 在今年一月份的调查当中 也发现了一个现象 好像饿了吗平台的直播示范店列表当中 大多数店铺是没有有效落实的 有的是把摄像头对准一些无人的角落 有的则显示设备不在线 还有的直接就显示 暂无法开启摄像头 在所有的抽查店铺当中 有效直播率只有三成 而且大多数是知名连锁店 田律师这个明除亮灶 大家都说好 为什么推广落实这么难 我觉得一个就是在大多数法律法规来说 比如上海的规定 还是鼓励采取明除亮灶 首先它没有一个法律的强制性 其次这个明除亮灶的实施和运营 毕竟需要一些成本 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经营本身 可能大家的成本也比较高 如果没有一些好的正向激励的措施的话 可能就很难让商家有动力 继续实施这样的明除亮灶 那我觉得一方面 平台应该给商家更多的一些 正向激励的措施 比如说提供更多的流量 接口进入 对于我们明除亮灶的商家 首先推出让这个消费者去选择 其次呢明除亮灶的这个标识 我作为消费者 我有时候也看不太清楚 到底在哪 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商家的后台经营 后台运作 找不到入口 找不到入口 那么你把这个点击的这个标识 做得更清楚一点 那消费者肯定也愿意选择 这样的商家来购买 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量更大了 那么商家也有了利润 有了这个激励 我觉得这就很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其实明除亮灶 我觉得说到底 它涉及到一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问题 就是消费者知情权是应该得到保障 现在没有有效的保障 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推动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保障 应该来说立法已经是有了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 如何把这个好的制度来更好实施 刚才我说了 除了说对一些严重违反知情权的 比如说我有权知道商品的价格 以及商品原材料 那你如果违反了 那按照消保法的规定 按照视频安全法的规定 与处罚以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好的 还是通过一些制度的激励 让消费者用脚投票 能消费者愿意去 民出量灶有了更好的 消费者有了选择权 那我选择更多的消费者 选择有民出量灶的这些商家 那么商家也有动力 去采取这种措施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激励的过程 另外一方面政府的监管部门 以及平台 是否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说我们尽可能降低这些企业 中小企业 特别是他们的合规成本 提高他们的违规成本 这样我们能够从源头上 杜绝一些违法行为的发生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就非常对 我觉得也非常好 确实如此 一方面要加大对于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 特别是一种严重的 故意的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标准 接照犯照这种行为 那就是严厉查处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中小餐饮企业 确实他们的运营成本比较低 比较高 如何来降低他们这些成本 比如说愿意采取民出量灶的 给予一定的补贴 刚才说平台可以给一些流量 那政府可能是不是考虑 再给一些税收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减让 我觉得这些都会激励商家 更愿意提高自己的卫生标准 非常感谢田林时 今天围绕着这个幽灵外卖的问题 为我们所做的解读 这个幽灵外卖 不仅仅是涉及到商家的诚信问题 其实更关乎无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食品安全大于天 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上 固建安全可靠的外卖环境 需要平台 行业 以及有关部门各方力量 共同参与 以严肃谨慎的态度 扫清黑道口上的屋檐掌气 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 新闻夜线广告之后 新闻继续 进入夜线角色 时隔四年半浙江游泳名将孙杨 终于重返赛场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4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 孙杨以3分49秒58夺得了冠军 那本场决赛孙杨在第五泳道出发 第一个50米结束呢 仅仅是位列第四位 但是呢 他奋起直追 250米游程结束时 孙杨以2分23秒56的成绩跃居第一位 虽然最后的50米呢 遭到了07年小将徐海博追进 但是孙杨进攻 最终还是成功的夺冠 这也是他复出之后参加的首场赛事 锦标赛 33岁的孙杨是年龄最大的运动员 他这次参加的是男子400米自由泳 同组运动员年龄基本上都比孙杨小10岁以上 在此前的预赛当中 孙杨则以3分54秒98获得小组第一 第一枪吧 就确实这个感觉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然后加上这个四年 其实没有很多很好的保障 从治疗啊 然后训练 都是需要靠自己 那身上的伤病啊 或者这些 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克服 可是今天我觉得 没有这个成绩 我感到很高兴 这次比赛是2024年 全国游泳锦标赛资格赛之一 规格和水平仅次于全国游泳冠军赛 因为在2018年拒绝接受药检 孙杨在2020年被重罚禁赛8年 此后经过漫长诉讼裁决 禁赛期被缩短至4年3个月 到今年5月28日结束 孙杨此次参赛的报向成绩是3分45秒 据多家媒体报道 这个报名成绩在国内仍属顶尖 可以三照对比的是 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的比赛 这场比赛当中 中国运动员费力伟是以3分44秒24的成绩 获得了奥运会第六 可以说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 强如孙杨仍然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竞赛期间 孙杨虽然一直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 在要求自己 但毕竟长期缺乏正式比赛 他的竞技状态如何 还是未知数 另一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体能储备难免下滑 在被视为青春竞技的游泳中 孙杨的压力更大 孙杨总表示 明年的粤港澳全运会上 他会努力把自己好的一面 呈现给永迷 而在关于何时退役这个敏感话题时 孙杨则回答 目前还没考虑过 北京赛前 孙杨曾是史上唯一一位 男子200米 400米 1500米自由泳的奥运会 世锦赛大满贯冠军得主 唯一一位男子400米 自由泳式锦赛四连冠选手 唯一一位800米 自由泳式锦赛三连冠选手 中美援手在2022年11月举行的 巴黎岛会晤当中 达成了重要共识 双方外交团队要保持战略沟通 开展经常性磋商 根据安排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将于27号至29号放华 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 今天中国外交部 北美大洋洲司负责人 向媒体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美大司负责人表示 中央外办主任 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进行战略沟通 是2022年11月 中美元首巴黎岛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 此后 王毅与沙利文 已进行三轮战略沟通 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双方均同意 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沟通渠道 这也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时隔八年再次访华 是沙利文首次访华 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 旧金山会晤之后 双方外交 财经 执法 欺骗团队 以及两军保持沟通 两国人民往来也在增加 同时 美国继续对华遏制打压 中方予以坚决反制 中美关系 仍处在止跌其稳的关键关口 在上述背景下 王毅将同沙利文就中美关系敏感问题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将重点就台湾问题 发展权力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 表达严重关切 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严肃要求 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美方在关税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 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无理举措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 中方要求美方 停止将经贸问题 犯政治化和犯安全化 此外 美方应采取更多措施 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中方还将敦促美方 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 为政治解决当前重大突出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 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不是相反 美大司负责人 在谈及乌克兰问题时表示 中方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 美方应停止滥尸单边制裁 和长臂管辖 停止对中方抹黑栽赃 施压讹诈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维护自身重大利益和正当权力 关于南海问题 该负责人强调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本地区国家完全有信心 有智慧 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 域外国家不要做挑动对抗 加剧紧张的事情 在中东问题上 该负责人指出 中方治理推动和平 主持正义 支持各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希望美方倾听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声音 采取负责任的立场 近年来香港电信诈骗案不断增加 其中假冒克服的诈骗尤其猖獗 仅7月份相关诈骗案损失就高达2亿港元 香港警方近日就捣毁了一个诈骗集团 拘捕了11人 其中有6人是来自马来西亚 这也是首次发现有跨国电诈集团 派遣成员到香港设立据点 根据此前接获的情报 香港警方展开追查后发现 多名马来西亚籍男子在香港设立据点 购买并登记大量电话卡 再利用电话数据机将电话讯号转为网络讯号 供海外集团成员冒充克服人员进行诈骗 这些假克服随机致电香港市民 声称他们买了网上保险及直播功能 不取消就会自动扣取数万港元 自己可以帮助取消扣费 但是需要市民提供一定保证金 若服务成功取消会退还钱款 不少人信以为真 将钱转到不法分子提供的账户后才发现受骗 8月22日 香港警方倒破了该跨国电诈集团的4个行动据点 拘捕了6名马来西亚籍男子及5名香港本地人 同时减货87部俗称猫池的电话数据机 15部计算机及超过8万张预付费电话卡 警方称被捕的马来西亚籍男子都以旅客身份赴港 负责管理猫池 确保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平台 可以24小时不停运作 而香港本地人则负责提供大量本地预付电话卡 身份证明文件做实名登记 以及提供银行收款户口等 那些电话其实是用本地的电话卡 他们其实电话卡显示的 就会是一些本地的手提电话号码 我们相信他们希望这样令到香港市民 减低一些提防这些骗案的意识 今年4月至今 这个诈骗集团已经犯案400多起 涉及金额6100万港元 香港警方表示 该诈骗集团可能涉及多个国家 会继续跟进调查 我们来关注社交媒体电报的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 昨天在法国被捕 理由是电报平台缺乏监管 导致各类犯罪活动自身 根据报道 杜罗夫可能面临恐怖主义 贩毒 欺诈 洗钱等等指控 他预计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出庭 电报是俄语地区最主要的社交平台之一 大约有9亿活跃用户 文物冲突爆发之后 双方都把电报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 以致一些分析师把该平台称为是线上战场 杜罗夫被捕之后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表示 法国此举会有政治动机 可能是获取电报用户信息的手段 目前俄罗斯驻法大使馆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 查明相关情况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富豪林奇所乘游艇 19号在意大利南部海域沉没 事发之后近一周围绕游艇沉没的原因 仍然是疑点重重 意大利检方昨天表示 沉船事件的初步调查方向是有人涉嫌过失沉船罪和多项过失杀人罪 当天 意大利检方表示 导致游艇沉没的可能并非天气因素 而可能与人为操作因素有关 检方已正式启动调查 但调查暂未针对特定嫌疑人 19号凌晨 林奇与亲友所乘豪华游艇贝叶斯号 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沉没 事发海域当时正遭遇海上风暴 游艇上有10名船员12名乘客 22人中15人获救 林奇和他的女儿以及林奇友人律师莫尔维洛夫妇 银行家布鲁默夫妇等人遇难 目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59岁的林奇有英国版比尔盖茨之称 多年前林奇将其创立的软件企业出售给惠补公司 这笔交易在美国受到欺诈指控 莫尔维洛和布鲁默曾作为林奇的辩护律师 和辩方证人出庭 今年6月林奇获判无罪 林奇安排这次游艇出行 原本是为了与亲友庆祝自己获判无罪 不料遭遇悲剧 本周林奇妻子和贝叶斯号船长等15名幸存者 接受了调查问话 检方试图解开这场海难的重重谜团 此前外界普遍认为 是风暴袭击直接导致了沉船 但根据幸存者描述 事发时同时在附近遭遇海上风暴 体型较小的帆船几乎毫发无损 另有海事专家质疑称 试世的贝叶斯号 由意大利顶级造船企业制造 安全性能极高 能承受事发时那种强度的风暴 不太可能迅速沉没 制造贝叶斯号的传奇母公司 意大利海洋集团负责人也表示 贝叶斯号不存在涉及缺陷和质量问题 他根据船舶跟踪数据 把沉船归咎于一系列不合理的人为操作 美国航天局昨天宣布 决定让滞留在国际空间站的两名美国宇航员 明年2月改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龙飞船返回地球 而搭载他们前往太空的波音星际客机 预计在今年的9月初不再人返航 美国航天局表示 这既能够让航天局和波音 在飞船返航的过程当中 继续收集相关的测试数据 也可以避免宇航员承担更多不必要的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